原神4.0萌新必须要知道的水下战斗小技巧 首先说明在水下我们自身的技能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建议各位小伙伴选择血量高的角色 因为在探索水架世界时 能为你的阵容提高不少龙错略 其次就是回血 目前为止在水下的回血方式应该只有两种 一种是咱们的便携式营养蛋和这种黄色的鱼群 你只要靠近它就能自动回血 再来说说攻击手法 除了角色鞭子抽打的普通攻击外 还可以拥有三种技能攻击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先吸收这种异色生物 异色种甲蟹 看外观就知道这个技能应该和防御有关 吸收完毕后 当你点按技能会在角色四周形成碰盾 并释放重击波造成伤害 按技能会吸收掉敌人的伤害并反赶回去 你打我 我打不着 我打你 加倍放还 就这么理解 没错 叶刀摇 霸气的名字在搭配上控炫的攻击手法确实很帅 当吸收完毕后 你的技能会化作一把锋刃的刀来击杀敌人 在探索解谜和攻击敌人时是你不错的凶色 异色蓬蓬兽 相比较于前面两个 这个我感觉真的很一般 它的攻击手段像是水法式的水泡泡 但不能进骨敌人 只能造成伤害 而且攻击的同时 你的视角虽然可以移动 但本身角色移动不了 这你就要小心你的血量了 以上就是水下的基础玩法 带用哪些小技巧 欢迎小伙伴补充 下期见 拜拜